直播拍卖主丢丢妹李明珊因为总是大手笔送东西而有了丢丢这个绰号 绿性又海派的说话风格除了在网路上累积高人气 也吸引许多艺人现身她的直播间争取曝光 像是5566周汤豪、韦里安甚至是全明星运动会的班底都争相跟她 合体叫卖,可见她的人气之高 没想到她却在12日下午发文宣布无限期停播,引起热议 丢丢妹12日下午在社群网站上抛下震撼谈 以蓝底白字发文写下五字无限期停播,宣布将会暂停直播 而她一改过去直率,活泼的态度,突然以简短的文字发表声明的态度 也让许多粉丝相当惊讶,涌入留言询问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丢妹快回来,我们都在等你 想知道原因,现在惊吓中,一直在等你的说,都把家里冰箱清空了 至少给我们一个解释呀 事实上,丢丢妹的社群网站从2月起就再也没更新 最新一篇贴文停留在31日除夕夜 她晒出一张过年自拍,同时曝光家中一桌年菜的近况 当时她穿着一件白色挖洞上衣 不仅气色红润,也大秀深邃事业线 好身材获得许多网友大赞 她也写下丢丢很快就准备好啰 我爱你们,祝你们发大财 原本以为她很快又会回到直播间 没想到迎来的却是无限期停播的消息 此外,丢丢妹停播的贴文发出后 除了吸引许多粉丝关心之外 也有民众留言透露自己过年前订了批货 收到货品的时候因为失温所以坏掉 询问了客服后决定退回 小帮手也回复年后将会补计 只不过一直到今天传讯息都没有获得回应 甚至是已读不回的状态 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不晓得后续该怎么处理 引起其他网友关注